在王思佳爆出假包事件後 好姐妹觀影也被大量訊息轟炸 她度假回來後也直接回應了 那我覺得既然大家那麼關心 我就講一下 就是我這一邊呢 我上節目的時候 當場真的是 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壓根 都不會往那個方向想 所以不可能會有任何質疑 去放大她去看 我們就在聊天 後來當然 也覺得事情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子 也會擔心 第一時間一定會打電話給同友關心 安慰她 那我覺得 這是她一個人生很大的功課 我覺得她要好好面對 大家應該對這個新聞看了 也胃痛了吧 那你自己看這種包 因為你們有很多收藏嗎 你覺得她是真偉的部分 我不是專業的鑑定師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方便幫她本人回答 所有的 因為我也不曉得她的東西 是從哪裡來的 她來的 你會說你不是也覺得 對 對 對啊我覺得現在輿論 以朋友來講 我不能替她發聲 但是我至少可以幫她打氣 我很不喜歡這種落井下石 或者是斷章取義 帶風向 我覺得希望大家就是理性討論啦 大家都知道我還算蠻有益氣的 當然還是朋友啊 那就是鼓勵她 她也一直在第一時間 已經一直跟我道歉 一直道歉 一直不好意思 因為她知道一定會帶來我一些困擾 我就說沒有關係 我們 因為我覺得連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 我相信她是不知道的 你知道她愛買的程度到 她在婚禮那一天 不是你們也在問我怎麼穿一樣的 我當然沒有借她 我才不會做那麼無聊的事情 所以我才在第一時間 其實我平常不會這樣子 我第一時間就趕快幫她澄清 就是因為我不要讓她覺得說是有人借她的 然後她其他的都是受爭議性的 我就是說 那個真的是她當場 我們在錄女人我最大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我好喜歡妳這件 我可不可以跟妳買一樣的 她當場打給她的Sales 她就是這麼愛買 那你們有以前來過嗎 沒有欸 我們沒有 我大部分跟她碰面 都是在工作場合 然後錄影時間這樣子 那今天出來就是要面對面 然後有沒有跟王思佳講說 沒有特別跟她聯絡 最近就讓她自己冷靜安靜這樣子 嗯